经由这次离婚事件 我觉得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然后再美好的事情都会过去 再糟糕的事情也都会过去 听到这里先给52岁的谢力金来个掌声鼓励 她41岁嫁给初恋男友美籍华裔的梁康威 婚姻走了6年 最后她发现第三者介入主动提离婚 老公这个事情第一个男人 我现在想起来也很后悔 年轻应该多教几个 尝试不同口味 对不对 你中间没有想要生小孩吗 有啊我们其实尝试 有一天就开始附中 到处爬爬站 自己不知道 自己忘记自己是个高龄产妇 然后定期运动这样子 可是就没想到再去产检 就已经她十天没有呼吸了 有个类戏剧的女主角 她是个通灵的 她说阿金你有没有留过产或过过陶 她说你知道我旁边站了一个好可爱的小男孩 她问你为什么不要她 我说说我要不要你 她就是很开心的就飞走了 觉得很多事情就是既然都发生了 我们就是要勇敢的面对她 对啊然后放下她 然后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去念硕士 然后去开始要确化 又想说可以做什么事什么事 阿金贼的疯狂人生 面坐式的那个当中我跑去洗脏 后来我就去骑脚踏车 骑完脚踏车之后就是 一天单攻 阿金贼顶着高山镇 还是成功攻顶 5396公尺的哈巴雪山呢 我还去考了一个那个 品酒师的四级的征照 我应该是做一些事情 来让我的人生是有每一种感动串联起来 都说要活出新的人生 谢力经也大胆尝试交友软体 滑过去的时候那个都是10秒马上就回 Hello baby Hello my dear 我在怎么办 有一个 有一个 他是那个北京的 然后我就看他其实也不是 也不是我很喜欢的心 但是我想说 哎 过出去了啦 第一天他就想说 他说什么 亲爱的 你在干嘛 我说我正在工作这样子 他说那你晚上想干嘛 工作完就回家睡觉 然后他传了三天的亲 你在干嘛 我就已经 对 可是我没有在台湾用过 因为我觉得台湾有些人 你会来看笑话你知道之类的 我妈妈现在竟然还要叫我说 你赶快教一个来 赶快生孩子 那所以你有开始可能会独生到 哇就是那种感动 我觉得都有 就是不放弃有一个人是跟你 可以相遇的 我本身这样看下来我是觉得很难 我也喜欢看起来就是 因为我只要看到阿伯的样子 我就觉得阿伯是要拿来尊重的 怎么可以跟阿伯同床共枕呢 娱乐动新闻 祝福阿金姐姐抱宝